春暴幾天就是農立過年了 何美定立度數館也用心來改造隔門空間 中三樓的台南市掛完了之後 很多風景的孤雅町 台南顯出學生跟社區林圓的作品 也讓度數館是唱完了過年的氣氛 天坊上頭以及旁邊都掛完了 各種小水的孤雅町 看過去是非常過年的氣氛 何美定立度數館 為了配合學生所所基本的孤雅町猜尾話 結合了很多學校跟學生跟社區林圓來為高顏尾掙 也特別保留三樓的文殿欄 讓整個空間是像我們過年的氣氛 我們何美圖書館配合我們政公所彩繪燈籠活動 特別在本年度的一、二月份 在我們三樓圖書館的三樓藝文展覽區 做彩繪燈籠作品的展覽 最主要這是一場學校結合社區居民的藝文饗宴 每一個作品都是我們學員精心的創作 每一個燈籠更代表著光明與希望 在這裡除了向各位鄉親拜個早年 祝大家新春愉快 猴年大吉行大運 從時我們也敬邀所有愛好義務的好朋友們 帶我們同書館來欣賞燈籠作品 感受一下連結張燈結彩的喜氣 也有學生特別來參觀這次的孤雅町的展覽 希望可以看到自己好好作品以外 透過觀眾的鄉事介紹一下 也了解到孤雅町不同的風景 因為元朝節快到了 我想來看看學校的作品有沒有在這邊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名家畫的 還有很多學校的作品可以讓人家學習 有個孤雅町是結合了更多的導演 有個是會上輩子跟其上輩來典現特色 每一個孤雅町也都發揮了自己 都以無理的風景 看過去可能是非常漂亮 而且也可以感受到過年過多的氣氛 這次孤雅町繪的展覽是到二月底 導師官也歡迎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相交來參觀 新中華新聞 吳亦軒 美蔡文報道 大家好 好